五月十九突破九万之后 台湾整体疫情缓降 五月二十三号来到六万六千两百四十七例 摊开疫情的数字 各县市也有了变动 原本重灾区的双北 疫情稍微稳定下来 基隆的确诊数也下降 倒是高雄的确诊病例数 来到七千两百八十六例 首度超过了台北市 台中也来到了七千一百多例 对此精神科医师沈珍南也发文表示 北北基陶新增战率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九 先前最高来到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前几天所说的黄金交叉 也提到基隆新北的高峰期已经过了 至于台北市桃源也差不多 现在就看未来的PCR确诊和快筛确诊 叠在一起之后会不会超过十万例 不一定是黄金交叉 不过告诉我们说 台湾是全国一致的 就是疫情开始要同步了 到一个接近高原期的程度 所以代表疫情已经进入比较后段 那将来还是可能每天有超过十万个人 这是很可能的 问题是我们不能通报出那么多人数来 不过高雄市长陈奇迈则认为 虽然高雄的疫情正在升温 但是台北的PCR量能吃紧 有裁剪时间差 社区存在黑数 高雄反倒没有这个问题 似乎暗指北部的裁剪量能不足 专人强调台北这几天疫情有逐渐缓下来 和量能不足无关 不过也不否认民众快筛阳性 却没有去做PCR的可能性 但全台湾都可能会有这些黑数 再加上阵逢假日 民众不喜欢出门裁剪 也有可能造成确诊数下降的原因 华尔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